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呢 会介绍很多很多的纸胶带 我们也一起参观过一些试集 或是做一些拼天的应用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更深入的认识纸胶带咯 我们直接到工厂来参观一下 了解一下这些小可爱们是怎么样被做出来的吧 那我们就走吧 我和文具控朋友Zoe和吹起来的地方呢 就是位于台中的自己印工程啦 这里是很多创作者 把idea和设计变成纸胶带成品的诞生基地 身为一个文具控和纸胶带控 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天地呢 真的好快乐呀 我们趁这个机会呢 带各位看一下整个过程吧 这一台是六色加白的数位印刷机 那另外一台是四色加白 就是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四元色CMYK的部分 四色所能够构成的色域比较窄 然后六色就可以再宽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希望它黑黑的 我们可能蓝红加很多或黑加很多 那六色的部分也许是加了紫色 对那它看起来颜色就更亮 它不用黑 如果你加黑是不是看起来暗暗的 那加了紫色就会亮亮的 它差别是这个 但是都是要靠电脑去演算 然后这种墨叫做UV墨 就是太阳光那个UV 然后里面因为它要干 所以它会照UV灯 这就是UV的灯 墨水里面有一个UV光的起始剂 它会跟这个UV灯做反应 然后把我们的墨水抓住 就是叫所谓的固化 利用数位印刷机 可以快速印出纸胶带的图案 老板说一分钟最快可以印75米 不过呢为了品质要求 所以速度是维持在一分钟35到50米之间 那一卷纸胶带的完成啊 当然不只是印颜色这么简单啦 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进行哦 所以这个纠偏 如果纸乱跑都会把它维持在一定的稳定下 然后再透过这些东西 每一根有上上下下穿着把它压着的时候 它才可以垂直 就是水平的跑 纸杖送进来之后就是透过这个喷头 喷出我们所需要的油 就是看它什么位置 我们喷什么油这样子 油喷完之后会再经过干燥 这下面一样有刚刚看到的那个UV的部分 一样干燥 然后再来就是来这里 金箔在这边 金箔会压硬就是透过加热把它成型 这是贝壳光 这是贝壳光 90到110 对 材质温度不一样 数位东西比较看的是图案 对 那再烫完之后就会变成贝壳光 它刚刚的金箔 看有部分就有金箔上去了 可以摸 现在都可以摸 这完全干的状况 没有想到耶 完整的纸招带卷就这样成型咯 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的纸招带啊 都是一大张一大张的 所以接下来的流程呢 就是要看它怎么变成一卷一卷的模样 这个是纠片要维持它的稳定度 然后 再透过这些压轴 稳定它的 水平之后才来这里做 大分小 然后放上我们的指管 然后系上米数 像这一卷如果是 11米我们就跑11米 他们现在上上去之后 他们在调整水平的位置 先用 先稍微调整好之后 再透过纠片把位置固定下来 那现在先试跑 把不要的拉掉 看看是不是正的 等到我们要的图出现的时候 它就 已经跑过一段的就比较正 那刀片会跟它旋转 跟着轴型一直旋转 然后切出我们要的形状 要的尺寸 每一颗每一颗尺寸都是电脑控制的 现在切的都是固定大小 我们也可以切 一整颗切不一样的尺寸 也可以设定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我们发现这些机台 也有一些常见的 祈福小仪式 放 靠得住 放乖乖 放 台湾啤酒 顺 让它顺 而且都必须要绿色的 因为 在跑的时候是绿灯 不能红色的 不能黄色的 好 现在只要带变成了大家所看到的成品模样啦 最后 我们要送它们去做美美的包装喽 那包装之前 还要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机台 并不是只可以印纸交代喽 我们这一次 还送印了logo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印刷完之后 就是一整个大张的呈现 那如果想让它变成 圆标贴纸 就要经过 雷射切割机 这个过程啊 我觉得也是蛮疗愈的 可以看很久很久 那至于最终成品如何呢 我们最后再来分享 就先回到纸交代成品的包装阶段喽 我的想象当中纸交代它的包装应该就是 机器去包的 结果 这边全部是用原力包装的 超厉害的 就是我们会放在 中间嘛 所以会把其中一个角压进去 然后之后就会开始 打折 这样 拉起来 细细往 拉起来然后用手指推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三角形 就会出现明显的遮疾 那就是重复这样的动作 然后 最后就是把它收进来 对 然后把它贴起来 那完成 就会长这样 各位看一下 这个手速 一准拿不到20秒就包好了 太快了吧 好 那我们有教学之后呢 来少少练习一下 就要和Zoe来一场小PK啦 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水准 能不能达到它们可以领精水的程度呢 预备 开始 大家以为我们 去去去去 没有 没有 你刚才开始的时候 好像一次你要开始的认真很快 结果现在突然变强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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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搞不好我包都很丑啊 不然老板敢推一下 对我们要平分 我大概领个钱 诶好了 我结束啦 分圈 我是 是1分26秒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可以 我太用力了 客人說他會生氣 你凹你的 是不是太精彩 還可以 好 給老闆娘評分 這兩顆贏給幾分 是可以賣 可以賣嗎 可以賣錢 但是可能要小小調一下這樣 就可以調起來 可以可以 應該算有什麼 有有有有 還算成功吧 OKOK YA YA 這次的自己印工廠之旅 下一次讓我們認知到了每一整紙膠袋 從印刷 切割到包裝 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那這些過程 都展現出了創作者 和製造業者12萬分的用心 那在了解紙膠袋的製成同時 我們也很榮幸 可以邀請到自己印的老闆 來和我們分享 關於創業的點點滴滴 其實公司已經接近40年 就是本來公司的名稱就叫封棚上標 膠袋股份有限公司 那原本就是做標籤的 那後來就是因為我們在八年前 開始想要進行數位化 那進行數位化之後 一開始其實並沒有那麼順利 因為那時候數位的設備 其實是相對非常少的 少見 然後成本很高 設備已經投資了 當然是希望它可以物盡其用 那時候有蠻多 就是廠商在尋找 做直膠袋的工廠 那就問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興趣想要開發看看 那其實大概在八九年前 台灣連要找核紙這樣的產品 幾乎都找不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土髮鏈剛先用 比如像魔教紙啊 或者是像棉紙啊之類的去做測試這樣 那到大概就是真的是大概八年前左右 我們找到了一個盒子的日本廠商 它剛好在台灣有那個就是分公司 所以我們才有了第一個真的日本盒子 然後去做測試這樣 大概在八九年前其實數位機器真的幾乎在印刷 我們這算是標籤印刷行業 幾乎是沒有 然後很少人敢買 我跟我父親爭執的點是說 我覺得未來一定是數位的一個趨勢 然後再來加上其實師傅的人工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你不當最開始的開拓者 你等到已經有人都已經開發了很成功的 使用的很好了 你才去追隨 我覺得那個只是 就只是追著人家屁股跑 所以當時算有點冒險 但我覺得那是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很堅持 但是當時真的因為我跟我爸感情其實非常好 我真的因為那件事情一個月沒有講話 然後為什麼這件事會成為我們業界有點小小的 算是一個小故事傳奇 是因為當時甚至我已經跟我爸吵到 機器常常跟我說 無瑕姐我不要賣你機器 你機器不買沒關係 你們兩個父女不要因為機器吵架成這個樣子 我就跟我爸說那我去鎮南宮擲筊 你跟我去 那如果我媽祖母給我三個聖筊 就是聖筊 那就代表他會保佑我會賺錢 會讓這機器好好發展 所以你就不要那麼擔心 然後我會自己承擔這樣 他就答應我了嘛 就是給我三個聖筊 然後我爸也沒辦法 因為他跟我約定好了 所以他只要讓我買 過程當然是其實蠻艱辛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當時都沒有人有 對甚至連包含我們剛剛看到的切捲機 跟複捲機 當時台灣的廠商根本沒有做這樣的東西 沒有做這麼小尺寸的東西 也是花了蠻多冤枉錢 然後也是一路這樣子就是去探索啊 然後把它做出來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印刷廠 原來大家發現 喔原來有這個市場可以進來 你要說 就覺得說這產業不能做嗎 我覺得不是 反而是會刺激我們去思考 怎麼樣在這個情況下 再去開發出新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原本盒子膠帶就只有盒子 那後來有PET的膠帶 如果說盒子膠帶是MT 開始把它帶起來 讓大家認識它 那我們要很驕傲 因為PET是自己藝 當然市場一定會慢慢的有競爭者進來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去開發更多新的東西 然後當然另外一步就是說 我們希望自己藝原本是一個 可能代工比重比較多的角色 怎麼樣去強調我們的品牌 那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時間 可以在這一塊再多發展一點 歡迎回來 那我們前面呢 開完了紙膠帶的製程之後呢 那最後呢 我們來開箱一下 前面影片裡面有提到 我們在工廠印的logo貼紙 這個呢分別是魔造紙材質 還有描圖紙的材質 你看它印出來的質感啊 真的是讓人忍不住 一直想要摸一把耶 那以後呢 我們要寄卡片 或是要辦一些活動的時候呢 就可以附一張在裡面給大家 那我從工廠回來啊 其實我內心是有一些感觸的 我才了解到說 原來平常我這麼喜歡的紙膠帶 是經過這一些工作 才會做出來的作品 那也對於這個行業啊 有更多的敬意 那想要投入到文創產業呢 是需要很大的熱情和勇氣的 所以我們給這些業者們一點掌聲吧 十字入口 十字入口 成功 有一點透露你精 不是我是十字入口 等一下 我看到十字 我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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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看完紙膠帶的製作流程之後呢 我們下一支影片 要帶各位去看到自己印的另外一家門市 以及會告訴您如何製作紙膠帶 還有什麼樣的細節要特別注意喔 我們也請您持續的鎖定 那如果您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原因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